SPA的隊長Kalina出道前曾被謠傳是校園惡霸 以及喬喬SM娛樂藝人 導致她出道後就備受網友們抨擊 直到後來網友還她清白才平息了爭議 而近日Kalina在採訪中夜首度談到了自己剛出道的心境 她表示其實剛出道的時候我很沮喪 但是在舞台上我絕對不會表現出沮喪的樣子 一番話讓粉絲聽了心碎表示 雖然本來就覺得SPA很辛苦 但聽到她親口提到這個 就讓我覺得更難過了 當時那些惡評真的是到了讓人害怕的程度 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對一個20歲的孩子呢 謝謝你撐過來了 Kalina以後只走花路吧 我記得這點心碎 你再看一個小聲明 Twitter 你又再看一個小聲明 我記得你給你一個小聲明 你應該在我家裡